那么这节课说两个简单的,快说完了,上节课离黑板太近了 地支的相绝,所谓绝,感觉好像绝情绝义 那么是什么呢?看这个图形 然后这个就是地支的相绝,你可以看到除了这四个土没有之外,积木水火分别,好像是对冲的状态 这个土比较包容,它对里边足够所有的产生相冲,那么才有冲 那这个相绝呢,就是差了一位,要不然就是四五冲,四海冲,这样一圈转下来 那相绝是什么意思呢?一是老死不相往来 就压根,那就没缘分,擦肩而过 要么就是相爱相杀 他们的回家 去呢? 他在这里不相对? 像大小1级,跟大小1级 聚跟大小2的沙红,泪期間 就伊斯坤老地带在泪期間 就在5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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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10日 还有 Claudia11月10月10月9月11月11月10月11月12月11月11月13日 相隔两位这就没关系 这个相隔一位 子亥也没关系 子虚 实际上也 影响不大 这倒好说 有的帝制就是隔一位就开始行 总之就是隔几位 就产生关系 有的相隔是都隔几位 这个是 就于整个地球磁场 它这个相对称 以及很多这个 它也是椭圆的 运行轨道 也是 虽然规矩 但也是 有近有远离太阳 包括其他的这个星球的轨迹 也不是正好是圆的 但是 一圈下来 只能守恒 最终是平衡的 所以它就绕了 绕了回来 那么还有一个呢 帝制的三会 就是亥瑟朝 这三个 然后 身为虚 四五位 这三个呢 这四个 就是 是一方的势力 是一方的势力 当它这个好的时候 鱼路均战 一人得到集权升天 当它不好的时候 就乌合着重 就是 凡事 什么 都对你是不好的一方的势力 但是这个三会的力量啊 比这个三合还要大 它是最大的力量 这个水是最旺的 这个金 是吧 所以 虽然三会的时候 就有注意了 你比如说这个水是你的财 它的命令 那么 随便脱手可得 但是 你身特别弱的时候 这个财 给你带来财 财神官杀 正在 柱柱绊脚 这就是这样 大家说这个三行 还有 这个暗河 除此之外呢 地址基本上就说完了 那么 至于说其他的微妙的关系 所有的这个八字 都是从这个里面 来回推倒 然后产生一些新的词汇 以此来 端命人的一生 对